2018年老虎仔又會有什麼運勢呢? 我們現在立刻用我們的塔羅牌去看一看 那虎年的朋友注意 或者你的伴侶、父母、親、兄弟、姊妹、好朋友 你也可以幫他聽聽 看看有什麼建議給他 我們首先抽了2018年虎年朋友仔的運程 整體的狀況就是這張牌的 這個綠色的拿著心 我們再看看虎年朋友 我們為他抽一張他的整體有什麼建議給他 令他的生命更加豐盛 我們看看這個建議牌 不好意思 倒轉了 就是一個這樣的牌象 大家看到了 那我就開始說了 虎年的朋友今年事業是非常豐盛的 但是會有一個小小的插曲 什麼意思呢? 千萬不要因為覺得自己讀書厲害 就不溫習 這個是最大的縱局給虎年朋友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躲懶 你會得不到你本來應該得到的 那個豐盛的禮物 那就不要懶了 明知道自己厲害 但都要溫習的 如果你不貼題目 到時不是出題目你不懂的 所以老虎仔的朋友 如果你正在讀書 這段說話就很適合聽 但如果你在做事 你想博升職加薪的 你還是要有表現給老闆看的 你不要以為 坐在那裡 老闆喜歡我坐石山崩 這樣你就會毀了 升職加薪的計劃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今年會有少少的挫折 那是有什麼苦年挫折 給苦年的朋友呢? 2018年苦年的朋友的挫折 就是來自於 同人的親密關係 那就是說 你的伴侶 或者你的best friend 你要留意 可能你們會因為一些爭吵 誤會或者一些過去的問題 會影響到你們的關係 都建議苦老虎仔 平常心 當然也會知道 有些過去的事情 如果你無法改變 就不要太過在意 朋友的事情 沿來沿去 不要太過執著 如果你越不執著 你越是可以和朋友間 建立一個更好的關係 甚至是你會有新的朋友圈子進來 所以舊的朋友如果要離開 不要太過傷心 好嗎?